《中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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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自己覺得說 參與到鄉村建設 這是一個很漫長的一個實踐的過程 我可能今年是邁路第四年 接下來可能還是有一段的時間 能夠繼續在這個一線 然後去扎根 有一個好的就是奉獻吧 我叫施英竹 我來自台灣彰化 我現在是在大陸 從事鄉村建設的工作 聽到有一句話嘛 就是廣大天地嘛 就是在農村大有可為 然後一開始覺得說 其實在鄉村 會感覺說整體的這種感受 是比較純樸 然後在村莊也會看見說 可能相比城市 它有很多的發展的一些不足 那也在想想 自己是不是有一些 發展自己的一些專長 專業 然後能夠在這個地方 去做一些事情 本來是堆滿村裡的一些雜物 然後我們想說 把它變成一個村裡的圍景觀 就遊客他會經過這邊的時候 他可以看到一些 就是村裡用一些垃圾 一個那種廢棄物 然後做成的一個 就是自然景觀 在鄉村的話呢 我們主要就是有做一些 關於文化類的工作 那這個部分就包含說 文化調研 然後去挖掘村莊的一些口塑石 然後去寫住村莊做村駛 然後甚至在空間去展示 村駛館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第二類是環境的部分 那像垃圾分類 然後像我們做一些環境教育 然後都把這樣的一個環境教育 其實是更好的 哭集到鄉村裡面 讓村民把這些不要的可以回收的垃圾 甚至就是菸頭 特別製造村裡髒亂的垃圾 然後集結起來 那這些垃圾接下來 因為村民有一些 要不要的可以回收的垃圾 專門售廢品的 那我們就可以給高村民 他們可以賣廢品賺錢 一開始他們大部分都是觀望的角度 首先對垃圾分類這個姿勢 他可能就不理解 那再來就是有漁言的隔閡 那再來就是文化的一個差異 可能垃圾分類已經在台灣有20年了歷史 所以說可能對我來講 是一個生活的一部分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就是可能自己是要先放慢這個腳步 不要這麼的著急 對面對就是可能環境的比較髒的情況之下 可能是慢慢的要怎麼透過教育的一個行動 所以我們在一開始大部分都會先透過 孩子的一個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切入 對那大人的部分 他會在垃圾分類正式啟動的時候 上門售孕的時候 他就可能參與進來 這些工作的時候遇到挫折 但在地的這些村子兩委幹部 他們也都是很支持 表示說環境教育不是說跟大家說一說 而是要持久的堅持的 去透過實際的行動 然後來帶動村民 然後去了解 然後來帶動村民 然後來帶動村民 來帶動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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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到現在應該去過中國三四十個鄉村 應該說很幸運的慢慢就就是這樣子走上這條路 那當然一般同學還有家長可能父母會覺得比較辛苦 但會發現這可能是我的熱情所在 我們現在在幾堂村這邊就是在做共同地造的項目 那這個項目其實就是說 我們把村莊的這些比較亂的這些角落 然後我們怎麼利用透過這些勞務件 然後結合一些集齋 然後去做裝飾 那把這些村裡本來廢棄的這些角落 我們重新把勞務就是整齊擺放好 柴火堆放好 然後把這些勞務件去做一些裝飾 就像可能村民會不理解的情況 或者是說他可能就是會亂寫字啊塗牙 甚至就是說過程中他在配合的這種狀況 他是比較慢的 就是這個常常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都會遇到這種問題 還有像辦公室有時候那個我們的鎖被塞牙籤 對就是可能因為一開始做這些工作 村民不一定或者是沒有參與到的村民 他可能覺得為什麼不是用我們家 或者是你們在做這些事為了什麼 就例如他可能真的破壞了 那我們怎麼就是透過一些裝飾藝術 然後我們把它美化 藉由這樣的機會去跟村民去講到說 可能很多的事情你們一開始不能夠理解 那可能慢慢的就是說有遊客來 然後有人打卡 那慢慢他們會理解到說 然後原來這個就是可能對外它是一個 宣傳吉堂的一個名片 那甚至一個打卡的地方 我在尊義這邊 一開始早年在童子的時候 那個童戰部 他們知道我一個台灣女青年在這邊 然後他們就特別來做慰問 然後也去了解說 我們在鄉村做的這些工作 那包含說我到廈門的時候也有很多的台灣青年 然後他們也就分享說很多的一些利好的政策 包含說各地的一些對台灣青年政策就希望說可以更好的去支持到在地的一些工作 就受到很多的關照這樣子 可以透過我在這邊的所見所聞還有一些實踐 那其實我回到台灣的時候 會有一些到大專院校的演講或基金會 那其實就會去分享我在這邊從事相近工作的一些心得 那也會就是讓大家更加理解說 就是說這邊的一個發展跟進步 那甚至有很多的變化 未來部地是說要做很大很大的事情 但更好的可以看到陪伴的人的這種團體也好 或者是在地的這些村莊它還可以慢慢的改變 我覺得對我來講是很重要的 你媽媽哥啊 我們在這裡看風景 看風景嗎 小心點 等一下還沒結束啊